这个form 2 chapter 1 这边暂时有八题的练习 一样的会给你们一些时间先试做 所以这八题的东西应该一个 I think可能八分钟 我给八分钟平均一题一分钟的时间 把它给做掉一下 看清楚里面讲的东西 每一个那种字眼他要你找什么东西 看好了他要你找是还是不是 还是他要你找第几个term 自己看好一下 来八题练习现在开始我先设一个时间 八分钟平均一题一分钟应该很足够的 分分钟你五分钟之内可以做完了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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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可能放 full screen 如果放到我就放给你们看 ok 来可以现在开始 ok 来我们来开始一下我们的讨论 ok 第一题的 刚才有先答案过来学生 大部分的人都是 不是对完是可能错一两题的 ok 都不错啦 ok 尤其是for form 3的学生 就是preform 3的 ok 既然还没有对这个东西成就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形 ok 就是尽可能 要了解回去你之前学过的每一个chapter 因为毕竟到pc3的考试是每一个东西都会出的 ok 它不会只考你form 3的东西 ok 来我们看一下第一题的 ok the diagram shows a set of numbers arranged in a certain pattern ok 45 37 29跟21 ok 这个是一个数列 然后题目问你 what is the pattern of the set numbers ok 所以这个 没有什么难度来讲 真的 真的是照看罢了 它今天是从大到小 所以它不是减之除码 ok 可是你可以发现到 它每一个号码之间的那个相差是很平均的 都是相差多少 都是相差8 所以它是答案是减8 ok 就这样吧 没有什么难度可言 这个只要你算好好来就可以了 ok 之前拿你的45 减37 你却拿到有一个8 ok 然后知道它是减8 不要看错啦 因为我发现还会有些人 可能跑去选什么 选到C的加8 可能是一下子看错 看到8就很兴奋了 结果忘记了 原来加跟减 它把累了过来 ok 所以这点要注意一下 来 过后就要去到第二题的 ok 第二题的 in the number sequence find the value of x ok 所以这个数列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记得说数列的东西 ok preform 2也好 form 3的学生也好 全部这个东西都要注意一下 ok 虽然应该大部分的人 都应该没有那么大问题啦 但是我还是交代一下这个 你看一个数列的时候啦 你要找它的pattern的时候 记得第一个步骤 先看它是越来越大 还是越来越小 ok 所以如果现在 这种情况之下 它是越来越小的话 它不是除 就是减 两种可能性 不好吗 因为只有 减跟除 才可以把那个号码 越来越变越小 对不对 那么要怎样知道 是除还是减呢 你就要看它的号码的差距 会不会太大 突然之间 就好像是那样子 你看 32 76 ok 可能你讲 拿来减可能是减16 也可能是除2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想它可能是一开始啦 ok 一开始你知道的啦 通过这一边 你知道它的答案哦 有可能是 有可能是减16 也有可能是什么 也有可能是除以2 ok 有可能是除以2 那么不用解释 你就先放了减16 先再看一下啦 ok 如果减16的话 你再看后面这边 后面这边 4去2的减16就不对了 减16应该变得negative了嘛 但是它依然是保持一个2 代表着它今天不可以减16 它是要除2 ok 它不可以减16 它应该是除以2 ok 所以32除以2拿到16 16除以2就拿到x了 所以应该是8啦 ok 然后你看到吗 8除以2拿到4 4除以2拿到2 所以第二题答案是c ok 这个简单啊 ok 继续第三题了 Find the next two numbers for the following sequence 0.6 1.8 5.4 16.2 这个就跟应该相反哦 ok 它是越来越大 而它的那个差距 也是一样变得很多了 ok 你从0.6去1.8 ok 它有可能是加 多少 加1.2 也有可能是乘3 但是因为你看到 它后面的差距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你知道它是用来乘的 乘多少在乘3 ok 它是用来乘3的 所以看到 0.6乘3 拿到1.8 1.8乘3拿到5.4 16.2 ok 再乘3就拿下一个号码 下两个它要的 两个号码在后面的 所以16.2乘以3 你会拿到 ok 48.6 ok 然后48.6再乘以3 拿到145.8 ok 所以第三题的答案是 boy ok 这个是boy 就这样子吧 刚才简单的东西 ok 然后第四题的 what is the missing number in the sequence number negative 3 这个可能是我放出来的时候 放fullscreen 它有个小个 可能一下子你就 看到我的东西 它是negative 3 negative 3 然后什么9 15和21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一开始你看到 它说negative 3 那么小的号码 一个负数 到最后变到去 positive 21 后面 对不对 所以它的号码 是越变越大的 ok 那么它 变了多少 ok 你就直接看看一下 ok 你很容易讲真的 你很容易去知道 它到底是属于 加减 还是乘除的 因为你可以发现到 如果像这种情况之下 它越来越大 我们讲它越来越大 ok 那么越来大 我该讲到 只有可能是什么 只有可能是加 或者是乘 对不对 ok 但是你看一下 如果你讲乘 let's say 如果你讲乘 你的9 9怎么样可以变到去15 你要乘多少 你会乘种贵贵的号码 对不对 你试试看计算机 你拿15除以9 你会拿到一个多少 你会拿到一个5% OK 那可能性不大 真的 通常在这个 呃 怎样讲这个数列里面 它都是乘一个整数比较多的 OK 不是只可以乘整数 它也可以乘小数 但是比较少 而且比较少量整问 所以这个的话 很明显 它就是一个加法来的 OK 它应该是怎么的加法 OK 它是加法 OK 那么它加多少 你就拿来相减 15 减掉 9 你就会拿到6 所以是加6 然后你看它15 再加6 OK 它又是拿到21的 所以通过这样子 你就可以知道 今天我中间的空格 是怎样找出来的 你有两种做法 你要吗 就拿negative3 加上6 拿到3 或者是你可以拿9 减掉6 拿到3 也是一样的 看你要用前面 你要从前面 算去后面 还是从后面 算回去前面 都都一样 都是做到的 OK 所以答案 都是一样的 找到boy 了 OK 空格 13 OK 这个东西可以 OK 然后接下去 到右上角的 这个 第五题的 第五题的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equence is even number OK 我们讲 number genab OK 记得这个东西 number genab 跟even number 两个一样东西 复述 复述 不了 那个我们讲 那个双数 OK 双 双数 OK 然后讲 是被我也讲过 好了 OK 如果你是记英文的 学生 even number even 有多个字母 even有四个字母 所以四是一个双数 OK 然后 如果你是记马尔文的 genab OK 你记得genab的话 OK 这个genab 你要怎样记得这个东西 OK 还有两个吗 对不对 我没有单数跟双数 OK 我写完去了 OK 英文版本 OK 单数叫什么 单数 我们叫做 OK od numbers 对不对 od numbers OK 然后如果是 双数的话 我们叫 even numbers OK 都马尔文写后面了 马尔文的话 OK 我们的od numbers 我们叫 number 干就 然后下面这个双数 叫做 number 其实讲真的 当你今天要背东西的时候 无论是什么科目也好 OK 数学 国语 Sajara 全部一样的 当你要背的东西 只有两个的时候 OK 而你是可以做选择的话 你可以记载一个就好 OK 好像这个样子 你只要学会 哪里一个是od numbers 那么你就懂 even numbers 是什么了 对不对 或者换马尔文来讲的话 然后那个国语版本来讲 你如果懂什么叫 number 干就 这样你自然而然 你就知道 number 是什么了 OK 那么这边讲过了 OK 你od numbers od的话 它是有三个字母 对不对 所以三 它是一个单数 它单数 OK even number 四个字母 双数吗 OK 四吗 OK 所以双数 这个是for英文的那个计法 如果马来文的计法 OK 我想到的是 你记得number 干就 后面这个就 是不是跟九一样 那个阴 所以九是一个单数 所以number 干就是单数 那么你懂了 number 干就是单数 另外一个number 根up 你就知道 双数 OK 这样子是东西了 所以现在这个 他要的是 双数 你就看哪里 一个数列是双数 也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C 4 6 8 10 跟 12 OK 这样子东西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叫你看 这个双数而已 OK 然后接下来 去到第六题的 OK 第六题是种 有formula的 也是很常看到的 OK 它跟你讲 It is given that OK The end term OK TN of a sequence is 2加3N 然后find the fifth term 所以现在 他跟你讲了 一整条数列 他的那个formula OK 是2加3N 然后他要你找第五个terms OK 这点非常简单 你知道第五个terms 小的话 就讲着今天 N等于5 所以你就把这个N等于5 填进去 所以这个formula里面就OK了 所以就变成2加上3 挂虎5 所以就等于2加15 等于17 所以第六题答案是C 这个非常简单 OK 但是这个用formula的 你要小心一点 有时候 它的那个N 不是从E开始书起的 OK 这个昨天 preform2的学生 应该听到很多了 那个formula 他给的 有时候 他不是从E开始书起的 他有时候 我写了一个formula给你 假设啊 假设啊 现在这个题目 他给你讲OK formula是2加3N OK 然后他给你讲N等于0 1234 多多多 这样子的话 如果他样子给你一下 他给你讲 OK 题目也是给你讲 叫你OK 找第五个terms的话 这样子的话 你就要讲N等于4 如果你要找第五个terms 做什么呢 因为你从0开始书 如果我从1开始书的话 第五个terms一定是5 但是如果我从0开始书 我的第五个号码就会是4 那个差别很大 这个差别很大 考试最多人错在这个chapter 这一题 OK 他会数错东西 因为他没有看到他从0开始书起 OK 所以从0开始书起的话 这个是1 第1 第2 第3 第4 第5 你就会发现你的第五个terms 现在是在这边的 第五个terms 所以要小心一点 如果题目有跟你讲 N等于0 开始书起的话 那么你就要小心 你就要拿那个他要找的那个terms 来减掉1 那个才是你的N 我要找第五个terms N等于4 我要找第三个terms N等于2 第十个terms N等于9 你要减掉一个出来 因为你也不要忘记从另一个人书起 OK 从0开始书起 OK 这点要注意一下 OK 来 接下去到第7题的 OK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sequence 这个也是很常常看到的问题 怎么样知道他是不是sequence 如果啦 OK 他是一个数列 OK sequence我们华语叫数列 怎样知道他是不是数列 他一定是有特定的pattern的 OK 这个记得 他有一个特定的那个pattern OK 不讲特定的应该有固定的 固定的那个pattern 就是我们讲的花样样子啦 他有他的特定 他固定的一个pattern的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OK 他有他固定的那个pattern 有固定的那个花样样子 就好像现在样子 他跟你讲的可能一 三 五 七 九 样子 你可以讲他是属于 event numbers event numbers od numbers 它是单数 或者是你可以讲他的pattern 是一直重复的加二 这种有这种pattern的 它就叫做sequence 它可以让你推测到整条数列出来 有规律的 我们称它为sequence 相反的 如果他今天突然之间是这样子的 可能他给你一个 OK 三啊 OK 三 六 九 十二 这样 三 六 九 十二 十七 突然间这样子 你会发现到 前面很有规律啊 前面一直重复的加三嘛 对不对 一直加三 加三 加三 很正常嘛 可是到后面这边的时候 这一个地方 开始怪怪了 从十二 去到十七 它就变成加五了 你可以看到已经不一样的了 它已经是pattern乱到完了的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讲这条数列 它not a sequence OK 它不干 三 九 九 OK 所以考试 如果问你那个东西 OK 它是不是sequence 你就要去看看一下 它的pattern 是不是固定了 OK 这个东西重要啊 OK 接下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A的 O 9 十三 十七 跟二十一 OK 你会发现到什么 它们都是固定了的 都是加四 看啦 五加四 拿到九嘛 OK 对不对 然后九加四拿到十三 十三加四拿到十七 十七加四拿到二十一 所以从头到尾 就同一个pattern 代表着它今天 首先它的确它是一个sequence 所以不可以选 我要选not a sequence OK 再看一下boy的 1去一点八 一点八去二点六 然后去三点四去四点二 OK 这个的话也蛮明显的啦 是吗 OK 你会看到它今天是加零点八的 对不对 每个都加零点八 OK 所以一加零点八拿一点八 一点八加零点八拿到二点六 以此类推 你都是拿得到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sequence 也是一个九九看 所以不可以选 OK 然后到C的 十四去五 五去negative四 然后到negative十三 negative二十二 OK 它今天这个东西看起来啦 OK 好像比较复杂 而且你照算不了 OK 十五 所以十四去五 你就是减 多少 你去减九 对不对 减九 那么再看五减九 negative四对啊 negative四在减九 negative十三 negative十三在减九 negative二十二 OK 所以今天呢 这个东西是减九 OK 所以它也是一个sequence 反而是最后那一个 这一个东西 四十五去十五 然后去到五 去到零 去到零点二 OK 它正确的是前面这边 这边前面是OK的 可以前面那边是除三吗 前面这边是除三 很正常没有问题 但是到后面开始 这边怪怪的了 它的五将去零的 你除什么 从东西变成零 OK 所以不可能做到 你那零 又突然间被零点二 就怪在这边了 所以第七题答案是 donkey 因为它没有符合到 那个特定的一个 battern 它前后不对称的 前面除三 后面不懂怎样来 那种东西 怪怪的 所以 其答案 donkey 然后到第八题 圈圈 第八题的这个 它跟我们讲 OK starting with number zero OK 1还有1 OK Each subsequent number is the sum of the two previous number 这个东西很重要 也是 sorry 按出东西 这个东西也是很重要 OK 它讲 Each subsequent number 什么叫做subsequent number OK 就是下一个号码的意思 OK 它讲每一个 OK 下一个号码 它都是 some of the two previous number some 就是指的 OK 合数 加起来的意思 OK 然后two previous number 两个之前的号码 也就是讲着 OK 那个号码 它是由前面那两个号码 所加起来组成的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称它为 fibonacci numbers OK number fibonacci 例如像这样子 例如今天 1 比如说 1 1 2 3 5 8 13 21 这个是我突然间 临时讲到的一个example OK 可以看看一下 OK 类似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fibonacci numbers 可以怎么样看到的 今天你可以发现到你的 你的OK 首先 OK 前面这两个号码看不到 你从第三个号码开始看 这个号码开始 2怎么组成的 2是由这一个 1加1所组成的 发现到吗 OK 它是由 OK some of the two previous number 就是1和1 加起来 所组成的 1加1 拿到2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情况 你拿到2 那么加续 你是怎么样去拿到你的那个3的 OK 两个之前的号码加起来 就会变成1 加上2 拿到你的3 对不对 然后呢 加续再来 2加上3 拿到加续的号码 都以此类推 3加5 拿到8 5加8 拿到13 8加13 拿到21 如果等下加续还有的话 你就要拿什么 你就要拿13 加上21 拿到34 以此类推 一直做到训练 你要的号码为止 所以这种叫做 Fibonacci Numbers OK 然后至于这一个叫什么 Pascal Triangle 这个呢 OK 我们等一下 那个练习会有看到的 等下看到的时候 我们在讲的东西 它会 它是很多那个格子 你要用三角形的方式 来看那个这样子 一个我一直称它 内裤形状三角形 为什么我要讲 因为我看过 有一些学生 那他会 他看那个东西 是这样子看 OK 他样子看的 所以变到他的号码 是怪怪的 他做出来的东西 所以记得 一个恶心的example 内裤形状的 那个三角形 也是向下的 向下的那个东西 OK 然后去看你的号码 OK 就好像有时候 他这样子的 阿哥 阿哥 类似像这样的样子 他可以给你一个号码 OK 他可以这样子讲 OK 这边是 5 这边是 4 OK 那么下面这边就会是9 因为它是核起来加写的 OK 等下你会看到example的 OK 这个我画的比较不formal 一点点 等下你看到就知道了 OK 来我们先看下一页 OK 到下一页的 OK 马上币的东西 这个非常的简单 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很快可以转的 OK 也是一样 这个我给一个 7分钟时间 OK 7分钟时间 看看下这题目 一下 OK 很简单的东西 OK 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现在的zoom时间要不到一分钟 OK 我们先关掉时间 你们再进多一次 让我们再开始做东西 OK